如果身边有人告诉我们无穷等于0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被我们贴上 类似于有病这样的标签 但是当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认为 无穷等于0这句话没毛病的时候 这时候咱们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想想 这个病到底是出在了谁的身上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 这个让人参不透的无限或者无穷 据说有一个问题 号称可以瞬间区分人潜力资质 这个问题就是 自然界中有什么东西是无限的 是无穷的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视频思考一下 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据说能说出一个的 说明你的智商已经超过了平均水平 能说出两个的 则说明你有成为物理学家的潜质 能说出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 那么你的答案一定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比较抽象的那种 这个恰恰说明 你有成为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潜质 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答案 咱们先来看看人类最强大脑 爱因斯坦是怎么样回答的 他认为这事项只有两个东西是无限的 一是宇宙 而是人类的愚蠢 对于前者 他还不能太确定 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按照人类目前的认知来看 宇宙应该是无限的 但是除了宇宙之外 人类观察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有限的 那既然人类观测到的所有物质 都是有限的 能一个一个数清楚的 那为什么这些能被数清楚的物质 加在一起组成的宇宙 就数不清楚了呢 就变成无限了呢 这似乎说明了有限和无限之间 有一层被人们忽视了的特殊的关系 最早察觉这层特殊关系的是一对数学家 数学家发现无穷这个东西 它可以进行乘除法 但是貌似不能进行加减法 比如一个无穷乘以无穷分之一 它是等于一的 还是可以直接计算的 但是一个无穷加上一个无穷 理论上它还是应该等于无穷 不过此时在等号两边同时减掉一个无穷 你会发现无穷它等于0 这个呢就和我们的常识认知有点相悖了 于是呢大家普遍认为 无穷是没有办法进行加减运算的 但是这个观点呢 在数学上又完全说不通 因为在数学上 我们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它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就比如说三乘以二 它就可以转化为是 两个三相架或者是三个二相架 同样的除法也可以转化成减法来实现 但是鉴于过程比较冗长 这里就不再赘述 麻烦知道怎么转化的朋友 把这个过程留在评论区 给大家开开眼 所以理论上能进行乘除运算的东西 它就一定能进行加减运算 那为什么到了无穷这里 就不能进行加减运算呢 会不会是大家之前都错了 无穷真的有可能可以等于0 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在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无穷的这个值给呈现出来 这样呢就可以看 它和0之间到底有啥关系了 随后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人们发现用对应关系研究无穷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在此基础上 数学家康托尔才创立了现代集合论 就是咱们数学中说到的 集合 数集 交集 并集这种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为了研究无穷这种东西 才创立出来的工具 那有了这个工具的加持 人类终于可以把无穷这个东西 给呈现出来了 那这个过程呢 就像是有一条无线长的直线 你要找一个有线长的图形 来和直线上的点一一对应 对应的越好 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 这个图形在直线上运动的会更平稳 后来人们发现 当这个图形的内角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在这条直线上的运动会越来越平稳 直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圆 它在直线上的运动 相当于就完全完成了一一对应这样的情况 而此时这个圆你可以说它是有无穷多个内角 也可以说它没有内角 这可能就是无穷等于零的真正含义 只是这种相等的关系 我们不能直接测出来 我们需要借助另外一个维度的映射 或者说对应关系也可以叫做投影 我们才可以看出来无穷和零是相等的 这似乎说明了无穷和零这种相等关系 它们不是建立在同一个维度的 而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维度 就像你以为你走进去的是一个迷宫 但实际上它却是一颗星 如果你没有足够大的格局 你根本察觉不到迷宫和星居然是可以相等的 所以广大男同胞们还是要打开格局 女人的心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怎么感觉有点串台了 在数学中貌似无穷和零是可以相等的 不过窥视到这层关系 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 要拥有一个更高的视野才行 那在我们现实的这个三维世界里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获得一个更高的维度 更高的视野 来观察我们这个物理世界 无穷和零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罗杰·彭罗斯申请出展 彭罗斯表示 三维世界的我们 想要拥有更高一维度的视野 只需要创造一个符合一切宇宙规则的 四维坐标系就行了 这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想要搞出一个符合广义相对论 符合爱因斯坦方程 还得把整个无限宇宙都囊括其中的 一个四维坐标系 这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不难怎么能把诺贝尔奖扳给他 对吧 彭罗斯先搞了一个简单的四维坐标系 他把三维空间合在一起 变成了横轴 也就是表示空间 在此基础上再加了一个维度时间 放在了纵轴上 这样一个简单的四维坐标系就完成了 那为了让这个坐标系 符合广义相对论 符合爱因斯坦方程 又为了把无限的宇宙给它装在里面 这个彭罗斯经过计算之后 他发现这个坐标系 需要进行一定的变形 只有经过一些特殊的变换 这个坐标系才能符合上述的所有条件 于是变换之后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最上面的顶点 表示无穷远的未来 最下面的顶点 表示无穷远的过去 左右的顶点 则表示空间上的无穷远 正方形的四条边 则表示了宇宙的边界 彭罗斯将之称之为永恒边界 根据它的计算 咱们自然界中有质量的物质 永远不可能达到永恒边界 比如说在这图上 永远到不了这正方形的四条边上 因为有质量的物质 都不可能超过光速 那么你就逃不脱 我们这个世界时空的束缚 所以咱们这个世界的物质 在这张图上的路径 基本上就大同小异 即起始于无穷远的过去 消散于无穷远的未来 至于中途能在宇宙空间中 反复横跳多远 那就全看自身的速度了 但是一旦你拥有光速的话 那么这个时空的束缚 对你来说就不复存在了 你可以从宇宙的一个边界 干到另外一个边界 而不用受上下两个顶点的束缚 这点其实也恰好解释了 为什么黑洞当中 都有东西可以飞出来 那根据上述的这些特点 彭罗斯就断言 我们这个宇宙是在循环的 一轮循环的开始 起始于一切都没有的一个零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宇宙开始变大 物质开始变多 当这一切都接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宇宙就会到达一个起点 此时一切物质又都消散 湮灭掉了 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又回到了一个啥都没有的状态 所以这个无穷大的起点 和最开始那个啥都没有的零点 它其实是一样的 他们俩可以说是相等的 这大概就是现实中的无穷等于零吧 这也就意味着有可能 黑洞这个东西 它可能既是无穷也是零 也就是说黑洞既是一个宇宙的边界和终点 同时它也是另外一个宇宙的边界和起点 这点刚好又和咱们之前讲到的宇宙全息论对上了 就是这个黑洞会吸收所有的信息 然后投射到事件世界上面 投射到黑洞的边界上面 又会形成另外一个宇宙 所以咱们这个宇宙就像是一个套娃系统 每个黑洞当中都会有一个宇宙 那这个宇宙当中的黑洞呢 它又会有其他的宇宙 就这样无限循环下去 难道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三千世界 这样说来的话 佛法所谓的轮回啊 也不是毫无道理了 Pea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